这个案子侦办的进度呢 越来越接近最后的收网的这个阶段 就出现了一个争议的话题 国民党的立委曹尔忠建议马总统 在贬家族确定被判刑之后 为了社会的和谐 不要付出成本 应该要特赦贬家 然后让他们出国 这个话一说出来 马上引起同党同志的炮轰呢 平常讲话面带微笑的立委曹尔忠 这回的发言却让国民党同志笑不出来 如果我们为了台湾整体的这个利益着想 我认为总统在陈水扁认罪 认罪之后实施整体的特色 特别是家族的特色 而且采取流氓国外的这样方式来做处理 我会是希望我们不要为陈水扁 这个家族啊 付出太大的社会成本 你没有听错 曹尔忠想建议马总统要特赦贬家 曹尔忠前脚刚刚离开中心大楼 后面的两位同志听到曹尔忠的想法 很不可思议 这个例子千万不能开 这种开了例子以后 那这个国家不叫法治国家 那就是大家比拳头比势力嘛 军阀时代就是这样子啊 陈水扁知法犯法 不但不仁特色 还要加重其行 提出这样子说法的人 我觉得脑筋有问题 同志们的批评炮火越来越猛 让勇敢说出谏言的曹尔忠 回到党团 被骂到低头再也笑不出来 曹尔忠特色阿扁的声音 不到两个小时 马上在南军内部被削音 中心有牛杰绿桥 特别报道